哈啰大家好 欢迎来到电脑王阿达的频道 我是小编Kila 前一阵子啊 随着疫情的解封 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出国了 所以我也趁着休息的时候 去了一趟日本 稍微放松一下啊 那既然说到了出国 你们出国的时候 最常用到的手机APP是什么呢 我自己出国的时候啊 最常用到的APP就是Google Maps啦 毕竟出去玩的时候呢 你总是要知道路在哪里 可以玩的地方在哪 可以逛街的地方在哪里 这时候啊 Google Maps就是你最重要的APP啊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APP到底有哪些好用的小功能 当然啦 相信大家都有用过这个APP 我们可以透过直接输入地址 去找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然后就可以进行导航啰 不过呢 我们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 可以在中途加入一个停靠站 例如我们今天要出去玩 但是要先去接一个朋友 或是先去买个麦当劳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停靠站的功能 来计算实际的路程跟时间 这样如果跟朋友有约的话 就不会迟到啰 然后Google Maps还有一个很酷的小功能 就是在主画面的右上角 有一个类似图层的按钮 我们把它点下去 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地图类型 跟详细资讯哦 地图类型呢 就是看大家习惯哪一种样子 而详细资讯 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我们想要坐捷运 或是坐公车的时候 就可以点开大众运输 就能看到哪边有捷运站 哪边有公车站牌 那如果我们开车怕塞车的话 就可以点开路况 会有即时的路况资讯 骑脚踏车也会有单车的路况图哦 当然如果你不认得路的话 你也可以点开街景服务 不过街景服务要注意时间的问题 也有可能你要去的地方 现在的样子 跟街景里面的样子不一样哦 至于下面的野火跟空气品质 这项新的功能 目前呢台湾还不能使用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像是澳洲那边的空气品质 跟是不是有野火发生 其实像是空气品质啊 我就觉得蛮有用的耶 毕竟这样出门的时候啊 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空气品质好不好 除了地图上的详细资讯以外啊 在搜寻栏下面啊 还有一些预设的选项 可以方便大家直接选去 非常的好用哦 像是你可以直接设定住家的地址 还有公司的地址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搭配 Google的语音助手 直接说回家 它就会直接开启App导航回家了 除了你设定好的这些固定点以外啊 它还有一些预设的 例如像是餐厅 加油站啊 潮湿等等 你就可以找到你附近的搜寻点 而且这些预设的选项 还会随着大家的需求去做新增 像是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 它就预设了一个电动车充电站 你只要按下去 就可以帮你快速的找到你附近的充电站在哪里 而且啊 还可以选择拥有快速充电的充电站 非常方便呢 刚刚讲的呢 都是一些比较基本好用的功能 但是它还有长一些相当有用的功能在设定里面哦 我觉得最好用的有两个 一个是你的时间轴 你只要开启定位功能 Google Maps就会自动帮你记录你在什么时候去了哪里 这个功能非常好用哦 尤其是我常常要忘记什么时间去了哪里 这样我只要打开我的时间轴 我就可以想起来 这一天我到底去做了什么事 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呢 还可以帮你回顾今天呢到底走了多远去了哪里 不过它是自动会帮你记录的 如果你不喜欢也是可以把定位关掉 有些人就是不喜欢透露自己的行踪嘛 所以就看个人的喜好咯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方便啦 可以把它当成日记一样 每天帮我记录我到底去了哪里 痛险的时候呢 就会打开时间轴看看 回味一下也是蛮有一番滋味的 然后另外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 离线地图 有些时候啊 例如出国 或是没有讯号的地方 你如果提前有下载好离线地图的话 那你这时候呢 就不会因为没有网路的原因 无法显示地图了 尤其是出国的时候 所以如果有提前下载好 要去玩的那个地方的离线地图 这样呢 即使在手机没有网路的情况下 也可以帮你找到你要去的地方哦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Google Maps的好用小功能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这里是电脑王阿达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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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